我 慢慢来 会有办法的 要不 你再看看餐口 要不你帮帮我吧 我 好 别动了 我要你别动 你不要在后面偷偷地动 你把这些 贴在画板上 不一样吗 年代你身上 我更有灵感一些 行 就这样 别动了 我就是说嘛 还是得实地考察 具体地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 这样呢我的设计 才会更加地有真实的 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 好 我会加油的 你去忙你的就行 好 那把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对讲机 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 这是谁设计的 当然是林总了 有她的特色 嗯 是 行了 你去忙吧 好 有事找我 喂 喂 对讲机 喂 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 这哪里是公司啊 简直是领域大型粉丝后援团 好 你 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 不好意思 打扰到您工作了 没有没有没有 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 没事 越岁越有 很正常 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 我们林总可是我们 B2M B2C的偶像 什么 什么什么2M 这你别管 总之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林总做事情啊 总是雷厉风险 而且还很帅 冒昧地问一句啊 你谈恋爱了 没有 我一直单身 你是什么意思啊 不 不是 我不是 警方可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查水间 查水间 查水间 开丽小姐 别人吗 别人吗 怎么是你啊 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吓手这么重 你想谋杀亲夫啊 实在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 对不起啊 明明是你嘛 跟别的男生聊那么缓 对不起啊 妞卫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 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设 你着不着急啊 不是 我是 我是怕他爱上你 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 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事 让人怪不放心 你吃醋了 哪有 潇就想 吓消气 别冲动 嗯 我们老板呢 刚认识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时间久了 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 人还是很不错的 一定是误会 没事的 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 该升级了 我明白 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你有这样的老板 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 真的 会习惯的 忙 忙去吧 我看看我的车 我们的胸盆 也有无所欠 我们的胸盆 我们一起给了 看看就可以了 把胸盆 我们的胸盆 吃吃吃吃点 我 怎么了 烫烫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来 烫烫了 疼吗 来 来 坐好了啊 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 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 你这要是一个人住啊 可能还不如我 那就说明呢 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 没事 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 甲方建议你 上好药 立刻休息 这么温暖西财的甲方 真是让我有一种 想要长期合作 保留住心动的感觉 好 你不用怕我 来 你不用怕我 这是甲方在履行 保护乙方的责任 走 睡觉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